台北县卫生局在昨天抽验了冰沙饮料类 发现了有好几家的饮料店都不合格 像是细指新台无路的星巴克 所卖的双果果汁新冰热 还有这个时定农特利的柠檬红茶 生菌数都超标了2.5倍 还有就是新店的宝桥路古早味红茶 所卖的这个黑糖冬瓜茶 大肠杆菌也超标了11倍 提醒民众要吃这些能饮的时候 要格外的小心 夏天喝一杯沁凉的冰沙好过瘾 但是北县卫生局抽验市售冰沙 发现星巴克这一款双果冰沙 生菌数竟然超标2.5倍 我们这次主要是抽验冰沙的饮料 总共有69件 那其中的话有8件不合格 整个合格率的话是88%左右 由芒果和百香果制成的双果冰沙 是星巴克这几年夏季的主推商品 那卫生局在6月初针对市售69件冰沙采样 8件不合格 其中星巴克东科店的双果冰沙 生菌数超标2.5倍 很巧的是隔壁这家青石蔬果店 人气招牌补气鲜果汁 同样年式生菌数超标2.5倍 大肠杆菌数超标11倍 保存不一致一点 那鲜果里面有多少钱 就葡萄红酒加柠檬这样 店家推估可能是水果冷藏过程 出现问题才会导致冰沙受到污染 而卫生局还公布 农特丽石定店的柠檬红茶 菊果子中和店的桂花乌龙 生菌数都超标2.5倍 菊果子还验出大肠杆菌 另外古早味素可达 老挝咖啡馆和大联盟都榜上有名 尽管星巴克自称拿同样的东西采样 却验不出生菌数 但官方检验不合格是事实 这些看不见的病剧 不晓得已经被多少民众给吃下毒 中天新闻陈正汗方检无台北采访到